《欣语移动》 这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 一点关怀 一点安慰 随传随到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 《欣语移动》Apps 免费取迎新礼品吧 《欣语移动》 那时他们说我真的是 考花来的 他们说我学问就是我的财产 我也是一个月左右 结婚 我这个世界去的九成 八戒世云 八戒博蓝 32年了 我运入世界 阿公的脾气大一点 阿婆一定是引起吞声 回到房间 我看到她一定是看圣经的 当她是担心 她只会说一句 她说交托给神 就一样东西都可以搞得好 我结婚五十年 跟她祈祷了 她才相信 她的肚子生成一瘤 经历到神的帮助 因为我歌着信 很厉害 她很厉害 在mr 我持络 曾经 我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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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它身一层 它很灵火 左边看到的灵萧角是现在的面貌 91岁仍然非常壮健的文太 就看到山顶不少的变化 而她的丈夫 更加参加过其中一些建筑项目 因为我生做工程 后面的山 我们就建了石坡 然后这里建了一个亭子 有个姓氏的名字 这个是文雄初亭 不需要让游客看一看 山顶的新旧变化 又勾起了文太宜时的回忆 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太 原名叫吴泳逸 他爸爸在香港的空军工作 是华人最高级 拿过MBE和OBE分譚 所以泳逸可以说是出名门 我爸爸是在飞机场军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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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很英文的 当时他已经在Oxford 我爸爸和妈妈 已经是十五岁 结婚十六岁就生孩子了 所以他离开世界三十多岁 我们已经有八姊妹了 我早上和他业练西装 爸爸起床就能穿上去上班 我自己就去上学了 去看看小妹妹 我还有一个阿嬷 去看着工人 文太太在求学时期 已经接触基督教 不过他信耶稣的过程 都遇到很大的阻攔 我和妹妹在九龙城 有民生书院读书 民生书是基督教学校 所以我们进入了个老 我们就去主流学 主流学是礼拜日 爸爸不用上班 他就不让我们信了 但我们礼拜日偷偷地两个就去主流学 回来就吩咐工人 我们轻轻按个钟 你就立刻开门 我们进了家就换衣服 到爸爸起床了 我们没有去到街上 上山多就遇着苦 有一次就回来 都不敢按钟节的装 看看爸爸起床了 原来爸爸起床了 听到他狼口 就像他咔嚓咔嚓 死了 爸爸起床了 一开门见到我们两个 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12岁 我妹妹8岁 两个 见到我们两个去哪里 忽然间很害怕 不知道怎样说大话 不知道怎样很害怕 好了 罚我们的 没得入屋 坐楼梯 上天没饭吃 那星期日 我们坐在楼梯 不知二楼三楼 但是很多人想想落落 三楼四楼 很多人想想落落 很多人想想落落 看见他们两个女孩 常常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不敢被人罚 当然就是这样 一直到晚上都没有饭吃 幸好我还有一个阿嬷 天舍冷 到晚上阿嬷赶行情 好了 肚饿了 什么了 我们才能入屋 这么兇 那便不敢洗礼了 穎儿在毕业之后 曾经去教书 后来就在一间美芝的大公司做秘书 解厚了丈夫 文鸿初 做着 文先生就来 面询 高高瘦 白衣 白褲 白鞋 很瀟灑 他就来做 但是我又很少理他 因为 因为觉得他很沙漆 他说香港有哪里来 但是我觉得 你做男人不沙漆 我做女人比你更沙漆 他就在我们厂 不知道跟老板建了什么 在厂里赚了五百元 五百元香港那时候 多少 他好像就聘用了整个办公室 就是香港第一次 有这个叫嘉年华会 他坐那些摩轮 那个头在地上 那个脚在上面 那些筆 那些都掉下来 下来 做不完就走回来 不怕我见他面都青了 好像很逞英雄 玩完就去高罗士达酒店 吃饭他就坐我旁边 我都吃很多东西 我都很大吃 不过他又死夹给我 就说吃这么少 最后 洪初以一封情信 打动了泳怡的芳心 两个人就立刻 墮入爱河 澄定终生 下来也是一个月左右 结婚了 他说我又没有钱 又没有 多少号码收租 没有这些 他说我学问就是我的财产 我亦都相信 在抗战时期 文太和丈夫 吐难去到内地 和平之后再回到香港 丈夫洪初 渐渐建立自己的事业 住在他们隔离的父母 亦都催促他们 快点生儿育女 我记得有一晚 我老公经常过去 和老母聊天 晚上在他的房间 又打开门 我又在隔离房 又打开门 他说得很大声 又没有小朋友 又没有脾气 叫我老公取消事 我又听到我老公说 我小弟那些是我的事 那可能就生了 我老公不生了 一生就生个女儿 第二个又是女儿 第三个他又是女儿 第四个又是女儿 怎知抬着这个第五个 他又很大肚子 迟了一个月也不出 就吃了很多东西 很大吃 又不是妈的 鑽变也不行 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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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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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喝茶 不要算叉烧米 那些虾饺 叉烧米 每天都吃了8个 有很多东西 生出来 苹云飞过 没有人间出声 我自己出声 是否生个女儿 生个女儿 好美 我當然說不漂亮 第五個都是女兒 如果生了雞豆皮就死了 抱著看真的很漂亮 整個紛鬼妹說 眼睛大大 白酥酥又肥 手臂大腿好像人出院 十幾磅 我生完她兩個月 我就去應酬 我還吃很多東西 半夜肚痛忽然痛得很辛苦 很像人生孩子 馬上要進院 她說我的肚子有個瘤 我的書領館有個瘤 今晚熟了所以馬上要施手術 還有半個小時就穿 一穿了就變得腹膜炎 很危險 所以我只剩一邊書領館 生育機會沒有了一半 生死只差一線 文太相信是神的看顧 自己的生命才得以保存 雖然生育機會只剩下一半 她並沒有埋怨 只是默默地祈禱 她相信神有她的美意 我生了五個女兒之後 我就是有一座書領館生的樓 我都在一邊 我生了兒子 所以我沒有告訴老人家 我生了你 我心中感很強 我都在一邊 那反一陣子 那以後都洗完 其實我又很高等順土 我看看 終於如願意償 第六個就是文公子 之後他們再生下兩個女兒 七星叛羽 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葬举之后 为了慰留太太 文先生就带文太环游世界 我1962年来起手环游世界 很多记者在机场上 说我们环游世界 我这个世界去的九成 我尺度都去过 尺度没有degrees 两只脚站在那里 我老公说你现在 脚踏东西半球 总之我看了八戒细云 八戒博纜 32年了 我运游世界 在六个月的组织 我老公说你记不记得 今次坐了多少次飞机 他说坐了九十几次 我去到瑞士就知道 有很多菠萝 听起来豪苑那些树挂满菠萝 经常打一场电话回来 问女儿有没有想粮食 他说有啊 我说你想多少 想想50斤 那个女儿大女那时 不知十八岁 50斤 八个子女 三个工人 都不知吃不吃到 一个星期 他不认识 当年八个小朋友 今天都大学毕业 也有碩士和博士 再数一数 文太现在有十个孙 和两个曾孙 我们这个妈妈是摩登到云的 很多人以前说她是像李丽华的 那我都说是呀 其实她比李丽华更漂亮 就是她真的学到老 她到今天仍然又在学国语 一会儿又学唱歌 一会儿又有很多活动 所以她的人生也是这么多姿多彩的 你觉得妈妈恶不恶吗 恶啊 我觉得妈妈恶不恶啊 我绝对觉得妈妈恶 恶啊 因为我实在太頑皮的时候 说给老大 还差了三千 但是绝对 爸爸我就觉得是好恶 但是妈妈 我就记得有一次 爸爸就真是 我想个个都给他试过 藤条炖猪肉 可能或者是你 我没什么怎么试过 他也没有机会试过 你读书很棒嘛 读书 那个乒乓波板 打屁股打得蓝了 他几快蓝了 这个我也记得 所有事情 当他是烦恼 当他是忧心 当他是担心 他只会是说一句 他说交托给神 就 一样东西都可以搞得定的了 我就很记得 我小时候整天病 有一次 我现在有一个依稀的印象 我想我是病到很危险 就是应该是死的 但是他就是 就是祈祷 就说 如果神啊 你如果是医治好阿山 我将他交给你 今天我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都是因为妈妈 我这一件事 我就是非常非常之感谢 妈妈是信教的 所以从小都要我们去礼拔堂 我就是去加拿大读书 他就要我花了礼才去 过到那边 都有去礼拔堂的 但又不是很积极 读完书 结了婚 生了小孩 教小孩都是很烦的 有很多事情想做到最好 但又未必知道什么叫最好 就是遇到一个朋友 他的子女就是读书很厉害的 我先生当时就说 你问他怎样教到小孩这么厉害的 他一句说话就说 他当然很谦虚 就是说我的小孩不是什么年轻 不过我从小就带他们回教会 然后我带着三个小孩去主日学 但是就真的好像 神的安排 我去了没多久 我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我大儿子就健康出了问题 我那时候去了教会一年左右 其实都不是很熟悉那里的人 但是当时他的肚子生了一个瘤 医生都担心的 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 他那时候只有七岁 在一个很害怕的心情之下 就找我牧师为我们祈祷 研完之后发觉良性 就很好 很开心 神真是听到我们的徒告 接着两三年之后 他又另外有第二个健康的问题 那时候就真是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时间 但是在那段时间 在教会认识了一班人 在我旁边一路支持 一路为我们祈祷 一路为我们的小孩 一路为我们的小孩 就是支持着我们 发觉很能经历到神的帮助 但是其实在我人生过程之中 都有起有跌 有开心有不开心 但是真的好像每一次 所以神是有预备的 我可以说今天是亲身经历到神的 保护、关怀、外护 文太对子女一视同仁 用心管教 而她对人也无分贫富 一律代仁已成 很久了,她在这里几十年了 也有二十几年了 也有二十几年了 她帮着我的嘛 什么呀 她帮着我的 她帮着我的 她帮着我的,我都很喜欢的 她拍拖就在这里做鞋 但是她的孙子 她又孙子,带来她的孙子 她的老公在这里做鞋 当时我老公有一只鞋做得很漂亮 她做鞋做得很漂亮 她都经常买东西来给我的 经常买东西来给我吃的 她经常问我 我太太去了哪里 我只顾着她太太 只顾着她几十岁 我只顾着她 原来文太 也有自己一套 代仁处世的态度 我自己很省,很省,很省,很省的 应省得省,应洗就得洗咯 就是代人要厚,代己要薄 就是省自己,不要省人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 有机会做一件事 就是日行一线 我捐钱粉是挺捨得的 譬如你走过街 看到很多玻璃碎 你踢过一边都是一件善事 不用让老人家走过去踩 你看见这个招皮 你踢过一边都是一件善事 不用走过去看一看老人家 那整个是善事 有时候你做善事都不用告诉别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先生在玛丽医院留医 我踢那时,我看着居面那一座 那个老人就很骯髒 他走得很辛苦 在对面那一座想走过来坐小巴 我又走过去 他说你在哪里住啊 他说在第三阶 我说我请你坐的士 我叫了一辆的士 跟他坐在一起 一阵脱着那些衣服 那些手夹的装盆 有人送到他回家 他只有一百元就买东西吃了 他就下车了 我觉得我很舒服 我想大家一见到你第一印象 就觉得你漂亮 觉得你年轻 很高贵 很高贵 但跟你接触久了 就知道 不只是表面漂亮 你有一种心灵的美 因为跟你住了这么久 跟你聊天 都是总有感恩的心 和一种善良 关心人的心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 在大学毕业之后 回楼回来香港 和阿公阿婆一起住 有时可能是阿公的脾气大一点 阿婆一定是忍气吞声 回到房间 我看到他一定是看圣经 无论阿公多么牢吵 他自己多么委屈 他一定是不出声 回到房间一定是看圣经 一回到房间 就坐在床面 看圣经 其实很多时候 经过阿婆的房间 他都只是做几样东西 看电视 一来就唱乐曲 或者粗乐曲 但更多时间 就是看圣经 所以他很多时候 和我们聊天 都会用圣经的说话 去鼓励我们 当我初初有了BB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已经在电话上跟我说 真是好 神给一个机会 你可以驟BB 我们就在电话上祈祷 然后BB出生的时候 他来家探望我 他看到BB很健康 很精灵 他就觉得真的很感谢 立刻就说 我们一家人一起祈祷 他常常提我们 更加要用圣经的说话 去教导小朋友 让小朋友 做一个爱主 爱人的人 我早上起床 我当然是 跟神说话 才洗面浪口 祈祷 看圣经 如果一朝没有做 我就很不安乐 很不安乐 有时趕着什么 或者忽然间 不知起床 或者又 晚上睡不到 都站着肚线 晚上回来先看 但多数都是 都是图神说话 看着先感觉 安乐乐 做了一天的事情 这儿是年轻的 不知道女儿在哪儿 找人回来的 六十 转婚的 女儿又找回那些 上回来 文太太的一生 持守基督信仰 也引领子孙 在主耶稣的真度里成长 她行切祷告 最后也感动了丈夫 我和老婆婆婆住 她们不相信 她是孝顺子 又不敢相信 她和她其一套五十年 金婚的时候她相信 其中五十年 到底 但我心里都很信心 很信 文太太的丈夫 在年九十四的高龄 已经返回天家 而文太太看来只有六七十岁 她有什么秘诀呢 我认识文太太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我看到她常常有喜乐 有平安 她爱人爱神那种精神和态度 她常常关心人 关心教会的事工 这个就是长寿的秘诀 因为一个人有内在平安的心境 其实她的心心都保持着平衡 文太太像圣经这样说 上帝以她的恩典 为她连续冠冕 她的路径必定下自由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美丽是所有女性都想拥有的 大岁月催人 能够不变的 就只有人内在的真善美 而允许我们有永恒生命的 亦都只有主耶稣基督 只要你愿意相信祂 你亦可以有一个美善 和充满盼望的人生 多谢大家收看《恩与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